这是搜狐新闻的一个报道 医生张玉上岗三周再离职 回到老家医院就职后 应被不明身份的人投诉 只好离职了 在公开反应肿瘤治疗黑幕后的两年里 张玉和街黑医生这个称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有人质疑张玉诋毁同行 质疑权威 后来在辽城假药案上的发生 有人大骂他为了当网红是割韭菜 在元代卫解聘一年后 张玉回到了浙江除州老家的一家二甲医院 可是好景不长 上岗不到三周他就离职了 2023年2月25日 他向外透露自己已回家做医生 回老家做医生后 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开始打电话到医院投诉 说他非法行医 张玉觉得是莫名其妙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但这样的一幕一幕在不停的重演 这个张玉医生啊 本来是在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医院 应该是北京第三医院吧 就是因为当初他对这个同行过度治疗 有意见 发表了他的看法 他就是不停的倒霉啊 2021年4月彼时还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原则基本符合规范 2021年的5月24日 上海市卫健委对陆微处已警告 罚款3万元 暂停职业6个月的处罚 处罚的事由是 未按规定填写病例资料 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 未按照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2021年5月5日 张玉再次发声表示 是愿意与专家进行公开辩论 但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等到2022年的2月 一个坏消息来了 张玉所在的北医三院 以其对医院生育造成不良影响为由 将其解聘 这就是说实话医生的结果 张玉说 从2021年4月 到失去工作前 针对他的12345投诉 就没停过 高达十多次 他声称自己已经被调回病房 只负责住院患者的工作 并不出诊 张玉表示 投诉的这些人 没有一位是他的患者 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更别说诊治了 关于投诉新的内容 张玉称 主要是将他写的东西断章取义 然后进行恶意解读和污蔑 有的投诉 甚至把他的科室都写错了 那段时间 张玉和家人 很长时间睡不好觉 发现有人将他的车牌号 身份证号都放到网上去 这场街黑之战 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当时双方都离开了所在的单位 2023年的3月24日 另一方当事人 陆薇告诉记者 他认为张玉的指控是不实指控 当时迫于各方的压力 没有发生 之后他起诉了张玉 目前还在等二次开庭 虽然我重新工作 继续当医生 但这只是我的临床工作 我的研究工作 不得不完全中断 要重新开始 在陆薇看来 张玉就业后再失业的情况 就是一种炒作 是他当网红的内在需要 被北京北一三院解聘 三个月后 张玉托朋友 问了一家北京的二级医院 对方以怕影响大为由 婉拒 他又找了其他公立私立医院 但屡屡碰壁 与此同时 他开始写公众号 更新微博 通过打赏赚钱 每周他都会直播 为患者科普遇些知识 现在他成了健康博主 粉丝达到30万以上 两次失业风波之后 张玉应在社交平台不断发声 对辽城假药案发表意见 引发唇枪舌战 有人认为张玉固执 建议他远离网络纠纷 不发声 也许真的就没事了 但是这次离职 在此之前 我已经表明态度 稀释宁人 那些造谣的人 还是不肯放过我 张玉表示 他已经找到律师 准备起诉污蔑和网报他的人 从杭州散心回来 广州 山西 成都等一些地方 不同规模的私立医院 向张玉抛去橄榄枝 想不到 我还会有挑选工作的一天 一扫前几日的阴霾 张玉自我打去 你说我该去选择哪里呢 这个就是在中国 说真话的下场 张玉 有良心的医生 最终搞成这样子